标定B中心为标定的卡盘中心 一般两个卡盘机床只有一个B中心 但对于722来说 我们有四组B中心来保证它的精度 其前两个卡盘的B中心 散卡盘的B中心 后面两个卡盘加持的时候使用的B中心 还有最后一个卡盘进行切割的时候使用的B中心 当进行不同的标定的时候 我们需要比如Y1B1B2 我们需要前两个卡盘加持标准举行管来进行标定 然后B1B2B3需要三个卡盘进行加持的时候 进行标定B中心 B2B3加持标定B中心 B3单独加持标定B中心 标定好之后保存之后 使用不同的卡盘7个模式 它就会使用不同B中心来保证切割精度 在手动调试界面 722进行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点动模式 Y1B1B2点动模式的时候 点动Y轴是Y1进行运动 点动B轴是B1和B2进行运动 Y2和B3是不运动的 选择Y1Y2B2B1B2B3模式的话 我们点动Y轴是Y1和Y2交进行同步运动 点动B轴是散卡盘一起进行运动 同理选择Y2B2B3模式 点动Y轴是Y2运动 点动B轴是后面两卡盘进行同步运动 选择Y2B3模式 点动Y轴是Y2进行运动 点动B轴是B3进行运动 进入单轴调述模式 输密码6125923 我们在这里可以单独进行Y轴还有B轴的选择 比如该状态 我点的Y轴是Y1和Y2进行同步运动 点动B轴是B1进行运动 一键切断 一键切断功能首先有图 它对于举行管圆管可以使用一键切断功能 大多数封闭的截面我们都可以使用一键切断功能 但是对于不封闭的截面或者是截面内压的图形 它是不支持一键切断功能的 进入一键切断功能 选择切断的顺时针和逆时针 使用的工艺就是绿色通道的图形1的工艺 点击开始会以工艺1的工艺进行切割